第136章 握手 征道 本来就是最容易发生争执冲突的事情 更何况是在紧张的大潮市中 规则又禁止考生走同一条道路 那么必然有人要重新改道 主食林面积极为广阔 很难发生两名考生走上同一条路线的事情 只能说唐36或者说那名怀孕书生的运气不好 以陈长生等人对唐36的了解 运气不好的那个人肯定不会是他 事实也是如此 最终还是那名怀孕书生被迫主动改道 那名怀孕书生看着国教学院方向 脸上满是怒意 想要上前理论一番被同窗拦住 这才注意到洛洛殿下的存在 不由的冷笑书生 怀孕书生从国教学院庶人的身判走过 施展手段 潇洒至极的过了渠江 在离开之前 有些嘲讽的看了陈长生等人一眼 便在这时 苏墨渝也从临海里走了出来 来到陈长生等人的身旁 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 这位离公妇院的少年强者 今天的状态有些不佳 走过主食林所用的时间 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很多 唐36不喜欢这个木讷执拗的家伙 陈长生对他倒没有太多恶意感 看着他危险苍白的脸色 问道 没事吧 苏墨渝说道 昨夜忽然有破镜的征兆 强行压了回去 蒸汽倒腻 石还有些震荡 清云榜前五十的少年强者 基本上都已经修到了坐照上镜 只要愿意 随时都可以尝试破镜入通幽 只是那道门槛太高 破关之时太危险 所以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 很少有人贸然会选择破镜 苏墨渝修行勤连 很早以前便已经看到了那道门槛 只是因为大潮事的缘故 始终控制着 只是没有想到 眼看着大潮事即将开始 却出现了破镜的征兆 好事反而变成了麻烦 按道理来说 像这种涉及自己修行状态的紧要信息 绝对不应该透露给别人知道 更不要说国教学院和理工副院是竞争的对手 但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陈长生诚挚的神情 苏墨渝没有多想 很自然地就说了出来 唐36脸色微变 对他的观感忽然变得好了很多 被人信任是感觉很好的事情 他看着苏墨渝说道 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 强行镇压破镜的征兆 稍有不妥便会对石海造成伤害 短时间内神石会变得有些不稳 难怪苏墨渝根基如此深厚扎实 过主失灵却花了这么长时间 不过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冥想尽心 这种状态应该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如果能够进入对战第二轮 应该就恢复了 苏墨渝对着国教学院树人一手 又对陈长生说道 我在江南等你 说完这句话 他走到江畔身形微患 施展离工妇院的踏波道法 飘飘摇摇地向前略去 不多时便抵达了对岸 他的神石有些不稳 真元数量却没有变少 道法更是精妙 随着时间流逝 越来越多的考生走出临海 开始过江 有的考生艰难的到了南岸 有的考生落入江中 然后被离工教师捞起 还站在岸边的考生越来越少 陈长生三人变得越来越显眼 相反南岸草垫上的人变得越来越多 有些很早便结束了武士的人 比如狗寒石等离山四子 纷纷从林中的楼台停泄里走出来 不知道他们准备看些什么 估计和国教学院有关 约两人高的东青灌木林里忽然飞出很多金鸟 然后有树枝折断的身影 地面微微颤抖 即便是岸边的曲江都生出了波涛 烟尘起处 只见一个极为魁梧的身影 从林海里狂奔而出 衣衫上到处都是被树枝撕开的裂口 轩辕破终于走出了主石林 妖族少年的神识强度很不错 不然也不会被部落挑选送来京都学习 只是他很少接受神识感知方面的训练 性情又过于憨直 空间思维的推演能力相对较弱 要他去茫茫群山里寻找猎物很简单 要他走出这种智者刻意设计的迷宫 却真的很难 陈长生等人很担心这一点 此时看到他走出林海 虽然模样有些狼狈 却很是高兴 轩辕破向他们跑了过来 昨夜陈长生才替他把胡子刮干净 露出和年龄相符的稚嫩的脸 此时不知道是因为着急还是什么原因 短短半天时间又生出了一层浅浅的胡渣 又因为奔跑而满头大汗 眉眼间满是焦虑的神情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轩辕破走到陈长生身前 显得横市着急 因为他怕耽搁了正事 伸手便准备去抓陈长生的手 新教士专程去国教学院泄题 便证明在他或者是主教大人看来 武士里的过疆环节 对陈长生来说最为困难 对此陈长生没有说什么 但轩辕破和唐三十六私下已经做好了准备 牺牲自己的准备 轩辕破准备抓住陈长生的手 直接把他扔到对岸 悄无声息间 唐三十六脚步轻移 站到了陈长生的身后 他和轩辕破清楚 陈长生肯定不会同意这种做法 稍后一定会反抗 他的任务就是在陈长生反抗的时候 直接把他置住 然后把他捆起来 陈长生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猜到他们想做些什么 说道不要乱来 这时候唐三十六的时候 距离他的后背只有一尺的距离 随时可以出手制服他 轩辕破看着陈长生说道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我们都知道 你有一定要拿首榜首名的原因 但我无所谓 可以等到下一次大潮市 说这句话的时候 妖族少年的神情依然像平日那样憨厚 却格外坚定 陈长生很感动 但他不会接受这份沉甸甸的情谊 说道 我有办法 他没能把话说完 因为唐三十六的手落到了他的肩上 轩辕破闪电般的伸手向前 这两个非常了解陈长生性情的同窗 决定不给他任何说服自己的机会 然而下一刻 他们发现自己的安排全盘落空 因为轩辕破没有握住陈长生的手 一双小手从旁边伸来握住了轩辕破的手 那是洛洛的手 那是洛洛的手